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出战斗力 第一期节目首次亮相 32位哥哥中最积极最努力的 反而是60岁的杜德伟 对自己要求甚是严格 简直就是训练狂人 久别舞台看得出 他真的很在意这次重返舞台的机会 我是被杜德伟给圈粉了 如果像他这样用心的人被提前淘汰 我会对这个节目感到失望 当看到张秀梁朝伟给他卖力打call时 我就坚定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能让歌神影帝都钦佩的人绝对不会差 在其他哥哥的眼中 杜德伟他们这一组就是另类 每天花那么长的时间训练 简直不可思议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哥哥出来的时候心态 跟吴梦之所说描述的相差无几 郑军牵头的表面功夫组 就是最具典型的代表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非常的松弛 随意的训练一会儿就要打到回复 每位成员都是一副混生活的样子 现将如此激烈的竞演节目形容为 黄磊何炯的向往的生活 姐姐们听到这话估计都要哭了 浪几的压力和训练强度 大家都有目共睹 乘风破浪和披荆斩几两档节目的差异 还表现在姐姐们对赛制规则无条件服从 哥哥们不仅会偷巧 而且不喜欢的话 还会抗议和发脾气 第七节目分组抗衡平舞台秀的火力指 迎福袋的环节 郑军组的马迪就玩起了头脑风暴 找到了规则的漏洞 并且呼吁大家将目标分设为最低指 这样大家不用PK都能拿到福袋 任贤奇就针对这一处的规则设置 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我到底是来抗衡的 还是按照你的游戏规则在里面修行呢 任贤奇的话很好理解 他认为大家是来敬眼才艺的 不是来玩游戏的 被节目组牵着鼻子走 就像幼儿园的老师用做游戏的方法哄着一群小孩 按照他们的方式 在他们的框架内成长 但是来到这里的每个人不仅都是大人 而且都是有着身份 有咖位的大人 任贤奇不满赛制规则 而吴克群被导演当面揭断也急了 这次来参加披荆斩加 吴克群表面看起来很放松 但内心却很紧张 跟他在一起的张正月能够感觉出来 他想方设法的给吴克群减压 但却只字不提紧张二字 以免让他因为丢面子而更紧张 节目有一个被踩环节 导演嘉宾在独立第一间屋子里 以1v1的单独采访 张正月被踩时向导演组透露了 他通过话筒型号的方式 给吴克群疏解紧张情绪 导演组扭头就将张正月的原话 传给了吴克群 原来大家都知道他紧张 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假装不紧张 正在被踩的吴克群听后有些羞怒 大家都紧张 我们都关在这个小一屋讲干嘛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都跟你讲 却不讲给彼此 张正月会有话不给他明说 结果被导演当面揭断 吴克群走出被踩间后 直接找上张正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是熟悉又不熟悉 如果很熟的话 你就会直接跟我说 张正月没有想到会被导演卖 但又不得回应 吴克群对他的质疑 最后一个玩笑的方式化解了友情危机 三叔在一起住了一两天 待没有熟到 说你唱得好烂 最终的 把 把 抢